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山水画 这张是前景色过头 画长江山下 我们来看画 一般这个山水 山水就有山有水 你看这个山 大家很明确 上面这部分就叫做山尖了 正尖部分山腰了 再下面这部分就山根了 山根了 就山脚了 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 这个山脚到底怎么画 怎么画 怎么处理 现在我们来学习一下山根 就是山脚怎么画 一般山根的 有土的 有石头的 不管是哪一种的 画的时候都要做到这几个字 要做到区区多变 就是不要画屎 不要画折 下面我们就具体来画一个 山脚到底怎么画 先用草风勾线 把山的冷口勾下来 我画个桂点山水 好 画桂点山水 你要找到它灰点山水的特点 与印象水 桂点山水 咱们 OLED 筆 垂点山水 口窝 黄点山水 雨 冷 雅 它固定它有很多的石头 它这个三角也都是石头 你看我现在就把它挖出石头的三角 这个要完全 你看这都十块 都十块 这边有一个沙 棉毛 三角注意 你看我在画三角 这都石头的 这都银木 找到它桂岭这个地方 这个沙有很多的银木 这就撒角 注意它的变化 这个山呢 这个山它就不在 它的三角是就不在江边了 它是在这个田里面 这个田里面 所以你画三角的时候 就要注意了 这个我是画到这田里面 哦 是 这个杀饺就不要化成这样了 这是铁的 这个当然还可以衍生下来 这个我说利用支带层支带层的方法来够 然后处理它的山脚 这个山在后面悬了一下 就用这个抖壁悬了一下 那它在旁边往前端的时候悬了一下 你看它半干不干的时候 你看这里面的结构 石头啊 树啊 这结构啊 它保留了 它保留了 就这样 眼伤呢 然后后面的眼伤咱们画 也是用这个大的抖壁 或者是更小一点的抖壁 把眼伤画出来 就直接勾出来 它根据柜冷上水的特点的话 特点 根据它的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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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这样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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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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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回花了不能就老断 这就有生活器械了 感觉不够 加强一下 对三角它是势头的 它要表现它有水 这个就不要狗屎 如果你底线狗屎了 它就没有水了 它就没有水了 为了弥抹 你还可以抖壁 把它的倒影画一点 它就显得有水了 抖壁 来一点 这样就显得有水了 一般贵的山水的特点 它都有倒影 你要后面这个山的倒影 你可以在这里快一点 我可以抖壁 我可以抖壁 你会抖壁 我可以抖壁 你不可以抖壁 你会抖壁 这个片雕你可以画上去 这样一跑就行了 那就很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告诉你怎么处理三角 石头的 泥土的 怎么处理 静的怎么画 眼的怎么画 就像这里体质了 就这样